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夏宇綜合報導 中國控制房太多 東北女子免租金公寓也沒人住 2009年 趙貝拉用一棟老舊的農村宅基地住房 和一小塊農田 換來五套公寓和兩家商鋪 當時她以為自己中獎了 數年後 中國房地產陷入長期危機 她發現彩票已經無法兌現 自己擁有的公寓免租金也無人住 《華爾街日報》4月23日報導 當時以萬達集團為首的房地產開發商 搬進吉林省人烟稀少 白雪挨挨的村莊 萬達計劃斥資28億美元 將該地區打造成一個擁有滑雪場 高爾夫球場 狩獵場 和五星級酒店的高端度假勝地 開發商為當地人提供新公寓 以換取他們的舊住宅 當時十幾歲的趙貝拉 將繼承自家舊房子 換新公寓的財產 現在 趙貝拉的五套公寓都空著 只有一間商鋪有租戶 這個曾經雄心勃勃的開發項目 幾年前就陷入停滯 承諾的旅遊業繁榮並未實現 趙女士非常絕望 她提出只要租戶同意支付賬單和管理費 她就可以免費租出公寓 但沒有人願意住在那裡 即使是免費的 她說 每個仍然住在鎮上的人 都有自己的房產 房地產行業在中國經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 約佔中國家庭財富的60%至70% 但該行業近幾年來陷入危機 恆大 碧桂園等知名開發商紛紛出現爆雷或違約 購房者情緒低迷 房產銷售大幅下降 據《財經新聞》《八輪週刊》報道 目前中國已完工 但未售出的房屋有數百萬套 一位住房部門官員甚至表示 可能有十多億套 中國盟商會會長伍德克 今年2月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60分鐘節目採訪時被問到 估計中國到底有多少空置房屋時 伍德克回答說 整個德國有8200萬人口 可以立即搬到這裡住 至少有8000萬至9000萬套公寓是空的 未完工的 法新社去年7月發布了一篇 關於瀋陽附近國賓大廈遭廢棄的報道 在原本建造豪華別墅的地方 現在唯一的居民是牛群和偶爾的探險家 該開發項目最初由上海房地產開發商 綠地集團規劃 2010年破土動工 但兩年後 這個名為國賓大廈的項目被放棄 如今 這些搖搖欲坠的莊園仍被遺棄 留下一排排怪異的建築 看起來就像一片建築玉米地 一位郭姓的農民告訴法新社 事實上 這都是因為當局的腐敗 這些房屋本來可以賣到數百萬美元 但富人連一套都沒有買 他說 國賓大廈只是散布在中國各地的一些廢棄開發項目之一 這一事件說明中國房地產危機日益嚴重 法新社說 像瀋陽附近的停工住宅區這樣的軌城 如今已成為中國景觀的一部分 中國房地產市場已陷入低迷多年 起初 儘管銷量下降 房價仍保持彈性 但根據房地產機構中原地產的數據 到2022年 中國一些最發達城市的房價開始下跌 市值蒸發五分之一 當房價開始下跌時 我感到不安 26歲的趙女士對華日說 感覺我的人生計劃被打亂了 從那以後 就更沒有什麼喘息機會 一季度 中國最大的100家開發商的新房銷售 與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47.5% 目前處於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附近 3月份 中國最發達城市的現房價格 同比下跌7.3% 這是自2011年 政府開始發布數據以來 最嚴重的跌幅 這些問題 還導致許多中國中產階級 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 進一步影響了需求 並給中國整體經濟 帶來額外風險 據彭博社報導 許多公民通過房地產增加財富 最高達70%的家庭資產 儲存在房地產中 房價每下跌5% 就會損失19萬億元人民幣的 住房財富報導說 另據巴倫州刊報導 最糟糕的地方莫過於低限城市 它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供過於求 及房子太多 錢在買家卻很少 2020年底 中國房地產市場開始萎縮 三四線城市的惡化加速 全國範圍內的購買放緩 供過於求的情況開始加劇 在較小的城市最為嚴重 標準普爾分析師在最近的報告中表示 它們預計2024年低限城市的銷售額 將在下降9% 即使賣家降價賣房也是如此 《華爾街日報》報導 目前趙貝拉已經離開家鄉 前往長春市找工作 它表示 若能賣掉房子 不打算將資金重新投入到中國房地產市場 它說 如果我能賣掉它們 並用所得收益 購買美元 美國國債或比特幣 那就太好了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利生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視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利生 分野生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生又有生曬生 白生 紅生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宝黑生口服液 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利生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利人生含有34種人生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生和三七生 另外 人生灶代 RA、RF、RG3、RH2 為高利人生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生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利生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生灶代 RG3的含量比紅生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生中的人生灶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紅生的6倍多 是白生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